伊斯兰国强暴少女致死 弟弟目击崩溃 无视美军猛烈空袭 叙利派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持续卯足全力 进攻叙利亚进土耳其边境的库德族大臣科巴尼 当地的库德族战士呼吁各界提供武器 协助他们对抗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的种种残暴行径也纷纷传出 据说部分战士在上战场前都会服用跳舞 并习惯以斩首的方式处决仁慈或俘虏 民众又曾挖出没有头颅的无名师 伊斯兰国战士也会在交通工具上随机挑选俘虏 连在求学中的学童都不放过 最可怜的是一对姐弟的姐姐甚至被强暴致死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强调 要剿灭伊斯兰国并非一蹴可及 邓新闻 综合报导